在剪辑的时候最讨厌最讨厌的就是上字幕这一点 拍的爽爽的 可是上字幕就让你觉得很痛苦吧 上字幕至少要三到四个小时以上 看你的片长 那有没有办法减少缩软这个时间呢 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 AI帮你上字幕 而且是繁体中文的哦 你要英文也可以支援多国语言 那就看下去咯 嗨嗨 我是语育之兔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来 我的频道是做什么的呢 你会在频道里面看到的是 开箱败家旅游美食的影片 以及YouTube的教学 书籍的学习 软件的分享 跟软件的教学 你是喜欢这样类型影片的人吗 别忘了给我点下订阅 旁边的铃铛 也不要忘了哦 你才可以接受到最新的影片的教学哦 那就来去看 我电脑的画面哦 今天来到了这个网站 晚上的资讯 我会放在更多资讯或留言处 那这边需要你去验证你的麦克风 启用你的麦克风的权限 按允许就可以了 那这边的话 使用未公开或是公开的连结都可以 那我们这边今天测试的话 是我自己用了一个影片 一定是未公开的影片来做测试 因为你一定先用未公开嘛 你才可以上资讯 然后把它公开 那这边点击复制就可以了 布置连结就可以了 那它总共有三个选项 那我选择的是连结的选项 那是因为档案的选择的话 可能因为你的档案的关系 所以它在那个上传跟网路上面会比较慢一点 那用网址的话它会比较快一点 那它现在就开始在 读取你的字幕了 AI开始就在读取你的字幕了 但这个有一个坏处就是 这个字幕有时候它断行断的很奇怪 或者是有时候就落落长一段 那你要帮它做分段的动作 那它有分电脑版跟网路版 那我自己使用的是网路版 因为电脑版我有下载下来 我完全不知道 操作的画面是怎么样 相对的网路版的这个操作就比较简洁一点了 你知道要放哪里放哪里 电脑版我完全看不懂 而且都是英文的 然后它也有那个SRIT的档案 你可以下载起来 那你可以就直接内签你的字幕 或者是在YouTube上面按CC字幕 然后你就可以做编辑 然后帮它做断行的动作 也是可以进得去 放上网址也是可以 但不知道是因为我手机的问题吗 它都没有办法侦测到我的麦克风 所以它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可是字幕出不来 所以手机版的话 目前我是无法使用的 只能使用电脑版的哦 就是今天教会你的 用AI来上字幕 你觉得很简单吗 有学习到吗 或者是你有更简单的方法呢 或是对影片有什么想法和意见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 喜欢这样子的影片 不要忘了给我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 观看我的影片能让你有美好的一天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哦 拜拜